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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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想請問大家 認為當老師是一件幸福工作的請舉手 我很謝謝大家對我們的肯定 你們的舉手就是對我們教育工作者的肯定 我是羅淑華 我在國小服務23年 大學裡考田志願的時候 我做到長輩非常興奮告訴我說 做老師最好 你就做老師 一機瓶 一本職你就能做孩子王 在當時的年代我真的覺得 這個是人人稱仙的鐵飯碗 好像一朝半世我就可以闖蕩江湖 一輩子當教室裡的王 可是我當老師第一天我就發現夢就醒了 教室才不是一本書一個孩子 是一個個一群群每天都在問問題 甚至製造問題的孩子 所以當下我就告訴自己了 要捧好這個鐵飯碗 我要先把自己變什麼 鋼鐵人 那我認為擔任21世紀的老師 我們都正在經歷一場驚奇的冒險之旅 從翻轉教育 STEAM到現在的智慧學堂 十二年國教 正在教育轉變的路上 其實我們沒有等待的權利 我們要適性揚財 我們應該走出教室 斜槓自己的能力的人生 我們要教數位原住民的孩子 我們這些數位移民該做什麼 我們要提早供學 要不然我們會被等著補救教學 我認為擔任21世紀的老師 我們應該要有從心態轉變開始 106年我服務的學校文化國小 我們試辦新特剛課程 我跟我的夥伴很興奮搶得先機 為什麼 一直以來我們都想規劃一門 讓孩子樂哉學習 可以主動學習的課 讓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我們有共同的方向 因為我們知道 唯有我們老師自己可以樂在其中 我們才可以點亮孩子的眼睛 讓他們眼睛亮起來 怎麼做呢 幫我們自己當學生 重新投入新的學習 我們開始翻閱各類的書籍 我們請教專家學者 甚至體制外的老師 我們企圖在現有的課程中 找出另外一門可能 帶給孩子另外一個學習 所以我們不厭其煩的每天拜訪谷歌 有一次在搜尋關鍵字的時候 我們輸入改變世界的孩子 欸 跳出來了什麼 DFC Taiwan 好 這太好了 因為第一時間我們就看見 DFC的宗旨裡頭 一個理念裡頭寫著 我們要相信孩子 足以成為改變世界的行動者 當下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投入 才會了解這個是什麼 所以我跟我的夥伴 真的要拋家棄字 一直到DFC上各種課程 然後把我們在DFC聽到的 孩子行動故事 轉化為行動 我們去說故事給孩子聽 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第一節課 當我跟孩子說 五歲文丈女孩凱撒林的故事 你們知道嗎 效果跟我們想的一樣 孩子的眼睛亮起來了 然後小朋友 我們班裡有一個孩子 叫小恩 他抓著我一直問 問了三遍同樣的問題 老師老師 你是說真的嗎 我們可以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當老師的人一定有敏感度 好不容易孩子眼睛亮起來 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延續他的學習熱情 我問他 如果真的想做什麼 就可以做什麼 那你想解決什麼問題 小恩說 如果我們可以做一些偉大的事情 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是不是也可以記得我們 結果 你們猜猜看 小恩偉大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遭遇過 小時候 你們學校廁所很臭的請舉手 很臭的 我也是 但是當時請問 你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問題 可能沒有對不對 可能也沒有這門課 也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 我們讓孩子接觸到DFC的孩子 他會有這個潛能 他有這個動機 他想去改變 他告訴我 我一到六年級 這是六年級的孩子 我一到六年級 都被廁所的臭味所苦 我的夥伴都一樣 我們都當憋氣大隊 每次都二十秒要上完 三十秒要上完 如果我們全校兩千名師生 都苦於上廁所之苦 我們幫忙他們解決這個恐懼廁所的問題 這也是偉大的事情啊 說不定 這還是功德一件 我還記得他講功德一件 然後他說 說不定 老師 我們就變成廁所男孩 跟文藏女孩一樣有名 對 好 那當時呢 你們一定想 那接下來怎麼辦 他們的廁所男孩四人大隊 就開始他們的旅途 真的 不管是下課 五歲 跟假日 他們都在做這件事 從那個到商店 星巴克這些收集咖啡渣 開始製製清潔劑 然後呢 做植物盆栽移植 他們不斷每天都透過他們行動告訴我們 他們想幫助大家改變 當21世代老師一定要有反省的能力 我們看到孩子的行動真的讓我想 我們不能再做知識跟解答的傳遞者而已 我們該做的是孩子行動的促進者 觸發者 我們可以當他們行動的陪伴者 也可以當他們的神隊友 好 那我們在分享大會那一天呢 小恩的媽媽跟阿嬤跑到學校來了 可能我好緊張喔 沒想到他們來問 到底是什麼課 讓我們家的小恩 從以前不上學 拒上學 每天遲到 現在六年級了 突然會天天設鬧鐘想上學 他們的導師也告訴我 老師 我一定要上你們這個什麼DFC 為什麼我們班的課 覺得DFC比下課更重要 好 那小恩自己告訴我 老師 我終於知道 上學是有用的 我們可以幫這個社會做一些事情 小恩畢業了 他現在還是很常回來看我們 有一天 他們需要放假 但我們沒有放假 警衛不讓他進來 他跟同學偷偷爬槍 剛好被我逮陣子 我說你們在幹什麼 做什麼違規的事 他說 老師老師 我們要去看看我們的除臭盆栽 還在不在 我們好想好想好想做DFC 繼續做 他說我要繼續做DFC 說到這邊 大家是不是應該掌聲我們的DFC 真的 我發現燃起了孩子學習的動機 點亮他們的眼睛之後 他們學習動能會無限 一直一直的衍生 現在他們已經裹散了 還是會回來 那我認為我們重新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樣就是21世紀老師 最專屬的幸福 看到孩子的眼睛亮起來 不斷的學習 那當然我們總結一下 21世紀老師該有的任務 我認為第一個 我們真的可以轉變心態 斜剛自己的飾演人生 第二個 心動當然 之後要行動 我們唯有樂在其中 學習新的事物 我們那一種燃起的能量 我們一定可以點亮孩子 第三個 舞台讓出來 轉身以下 我們老師可能可以從 說書人 說給孩子聽的 變成 聽孩子 說他們自己故事的人 我是羅淑華 跟大家共演